先來說壹個神話故事 天上有個大神叫環英 他有壹個庶出的兒子叫環熊 因為是庶出嘛 他又不能繼承他爸的地位 所以環熊對天界並沒有什麽興趣 他帶了三千個小弟降落到了朝鮮泰伯山的壹棵檀香樹的附近 在那裏建立了壹個叫神式的國家 環熊成為朝鮮半島的統治者 他叫原住民耕種紡織 木工漁業 讓當地人的生活蒸蒸日上 同時他在檀香樹下講經說法普渡眾生 當時在壹個山洞裏住著壹隻老虎和壹頭熊 他們想要變成人 就讓環熊來幫忙 環熊給了他們壹顆艾草和20個大蒜 讓他們吃下去 吃完之後要躲起來 100天內不能見到陽光 這樣他們就能變成人 老虎沒有什麽定力 幾天他就憋不住了 自己跑出了山洞來放風 變人失敗 熊堅持住了 在第21天的時候 他變成了壹個女子 不是說了100天嗎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麽 反正他21天就成功了 熊變成了女子之後 他想要結婚生子 但是他是熊變的呀 所以沒有人敢娶他 他又去找環熊幫忙 環熊可能有種幫人幫到底的覺悟吧 就自己和熊女結了婚 他們生了壹個兒子 名叫王儉 又稱為譚君 譚君繼位之後 以平壤為首都 以朝鮮為號 因為他是神的兒子嘛 所以他在位1500年 直到昼王的叔叔姬子到達朝鮮 譚君覺得姬子是壹個可靠的人 才退位讓賢 自己隱居到了山中成為了壹個山神 壹直活到1900歲 這個故事最早記載在三國儀式當中 三國儀式是由高麗時代國師依然在13世紀的時候編傳的 以新羅 高高麗 百計 三國為技術對象的史書 雖然說是史書 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許多神怪的民間傳說 聽完上面的故事 譚君怎麽看也就是壹個神話人物吧 但是朝鮮人有自己的想法 朝鮮人的祖先壹直都非常崇拜譚君 他們把譚君於公元前2333年10月3日這一天 建立譚君朝鮮的節日定為了開天節 以此來祭奠譚君 1993年的時候 朝鮮的官方還宣稱在平壤市的江東郡發現了譚君林 林中有一男一女兩具遺骨 通過科學的測定法 他們認定這些遺骨來自5000年以前 是譚君夫婦的遺骨 在挖掘譚君林之後 朝鮮就宣稱譚君是壹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 而並非神話 並且將他正式列為了朝鮮歷史上首個國家 古朝鮮的開國國君 2007年韓國也開始將譚君朝鮮作為歷史上的首個朝代 寫入了歷史教科書 既然林牧都被發現了 那應該卻有其人吧 但是朝鮮方面禁止外界對譚君林進行研究 所以譚君是否是真實存在的人物 至今還有很大的爭議 如果真的有 那麽他活到了1900歲 又怎麽解釋呢 為了修復這個bug 朝鮮的學術界有一種觀點 譚君王簡並不是天神的孫子 而是四五千年前朝鮮半島壹位部落首長的兒子 這位王子從小就聰明機靈 他長大之後繼承了他老爸的地位 成為了酋長 之後發展生產開槍擴土 任用了壹批賢人 最終把朝鮮半島的各個部落都統壹了起來 建立了壹個強大的國家 為了解釋傳說中 譚君在位1500年活了1900歲的這個漏洞 專家還考證說 譚君其實不是指壹個君王 而是壹個王朝 從第壹個君王王簡開始 前後總共有將近50位君王 這樣聽上去就顯得合理多了 有的觀點還怕彈君建國的時間 從公元前2300多年提前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 朝鮮的歷史也就延長了 那麽到底有沒有彈君朝鮮呢 不知道 建國神話這個東西本來就是壹種精神寄託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主意識的建國神話 這壹點無可厚非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兒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歡迎點擊訂閱 下次見